小姐 愛情不是戰友 如果連讓對方 呼吸的空間都沒有 那妳需要的 是一隻寵物 妳才不懂愛人 我一定比妳更幸福 一定 我告訴妳 女人在第六感很準的 到時候妳被她髒到 妳怎麼死妳都不知道 妳愛我 也要跟她姐姐才可以 我沒有撥兒童 要記得喔 生活是甜的 會來寫的 為什麼不接我電話 為什麼關機 為什麼 李偉恩 妳來這裡幹什麼 家人 李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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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在妳心裡 夢是自己的 夢是自己的 但是在我心裡 夢是我們的 你说你要自由 我给你自由 你说你要安静 我安静的像宇宙 如果说这心爱 醒来好像梦一场 如果说这心爱 我情愿去流浪 如果说这心爱 请你松开我天堂 如果说这心爱 静静的等天亮 你跟芮萱姐应该也是感情不错吧 当然 你不要看我们两个常吵架 其实我很爱她的 真的吗 当然 我们两个每次吵架 吵到屋顶都快要掀起来了 吵到说要离婚 可是真的到那一刻 厉害了 你芮萱姐又开始装疯卖傻 然后得了失忆症 又全部包容 这就是真爱 你不要笑 不管婚前 谈得恋爱 再怎么样轰轰烈烈 再怎么样刻骨铭心 时间久了 相处久了 都会变成这种爱的 那为什么芮萱姐 老师不相信你 是 我之前是有发生过一些 风流小故事 但是 但其实 男人会喜欢上外面的女人 不一定就是 他家里不幸福不美满 也不见得就是 他真的爱外面那个女人 不是爱的话 那会什么呢 压力 工作压力 也有人说是 中年危机 男人总喜欢搞七 碾三 碾花 惹草 来当作逃避问题的方式 这个时候 第三者 就变成他们人生的出口 也有人纯粹就是 生活太无聊 想要找点刺激 不过可怜的是 是那些外遇的女人 她们整天还在那边 情啊 爱的啊 浪漫的啊 她们不知道真相 那这不就是一种 欺骗的行为吗 男人笨就是笨在这里啊 笨到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真相 这叫做自欺欺人 Wen啊 你以后千万不要变成那种 外遇的女人 整天幻想着爱情的啊 浪漫的啊 到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可是或许那些女人 根本不想要得到什么 也不需要男人离婚来娶她 她只想谈一场恋爱而已啊 那不就更白痴了吗 像你这个样子想要找谈恋爱的 还怕找不到咖啊 答应我 以后呢你如果遇到 可以谈恋爱的男生呢 遵守三大条件 第一 看身份证 第二 看户口名簿 第三 交给你康德哥言行拷打 要是哪一个混蛋啊 敢让我们维恩当小三的话 我跟你姐夫一定合力 来给他一个超好看 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啦 好康德 打篮球 坐在敲牵上面可以打篮球 我看你是贱人多忘事 忘了我有多厉害吧 以后你就给我坐一轮以上 要打篮球啦 不要放开 老婆 我发誓啦 我跟维恩真的只有 当敲牵球聊天而已啦 老婆 我最爱你了啦 好冷啊 趕快进来 喂老公 这里的气氛啊 真的好像那个日剧跟韩剧里面一样 那你有开心吗 开心啊 除了去骑脚车那一段啦 我的腿好像到现在都还在酸耶 可是 老公 我还是谢谢你啦 你好 谢谢你 哪有人一句日文一句韩文 那我检查一下 你是哪一国人 干嘛啦 我总得要知道我睡的是哪一国人啊 万一你生出来的是日本人的话 那我就得帮他准备增高器 那如果是韩国人的话 那我得帮他存一笔钱 长大要整容 你真的很坏耶 我当然是开玩笑的啊 老公 我听说啊 体温高的时候啊 会比较容易受孕哦 那我们刚刚不是才刚泡完文犬吗 要不要赶快再试一下 要不要赶快再试一下 没事啊 那生就生嘛 谁怕谁啊 好 那我们生一个棒球队了吧 你以为是母猪 棒球队 没有 男人有时候啊 就喜欢搞七碾三 碾花惹草的 来逃避问题 这个时候 第三者就变成他们人生的出口 也有人纯粹就是生活太无聊 想要找点刺激 不过可怜的是 是那些外遇的女人 她们整天还在那边情啊 爱的啊 浪漫的啊 她们不知道真相 爱情不是占有啊 小姐 如果连让对方呼吸的空间都没有 那你需要的 是一只宠物 我是情人 走开 爱的生悲 没什么分别 心碎到终点 会迎人而解 别指望我两解 别指望我体会 爱不是指定要贴你的缺 太多的是非 来不及堵却 更不想依恋 最残缺的美 残缺的余悔 怕不怕被拒绝 怕不怕被省略 你怕不怕被沦落在宿命中妥协 当真爱顺高从缺 骄傲的玫瑰这一片一片枯萎 尽管你抱歉 忏悔 真心一旦坠跌就不能飞 别指望我谅解 别指望我停满 爱不是点头就能挽回 快乐或伤悲 对不起 没关系啦 嗯 太多的是非 来不及独觉 跟不上你脸之残缺的美 残缺的迂晦 好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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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步 你走太多步了 我们回来了 二度蜜月 二度蜜月 爸爸完了 爸爸也好想你喔 诶 文姐姐呢 我不知道耶 她说瓜哥房间里都不讲故事给我们听 喂 喂 是 到了 好 好 谁啊 待会就知道 去找故障 快 快 你脸看起来有点肿耶 一定怀孕了 怀孕了 我也希望啊 等一下 所以一切OK吗 OK啦 你看吧 我就跟你讲 没问题了啦 我就跟你讲过 就算好康头 偷吃一百次了 也弄不到我哥 我坐这边好好的也有事喔 老婆 老婆 来一下 怎么了 来就知道 快 你到底要干嘛啦 待会就知道 来 你要带我去哪 去哪啦 好了好了 我要给你惊喜 好 你又在玩什么花样啦 准备好了没 嗯 三 二 一 老婆 平常呢我也没有送你礼物 未来我要自己开车咯 所以你也得有自己的车 就买一台专属于你的车 送给你 来 你喜欢吗 喜欢吗 喜欢啊 哇 诶哥 你买车居然不找我 你是大嘴巴 你一定会干真讲 那这台车就没惊喜了嘛 哪有啊 诶哥 你中了头了 我这个车很贵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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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英姨老公最近是不是特别对你好 甚至在非节日的时候 送你特别安贵礼物 无事献殷勤喔 非奸即到啊 准备好事啦 高级配备 哦 有钱居然不让我赚啊 还说是我哥 哎 安贵 赶快发动啊 我们去试车 哪有心情啦 安贵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啦 这不算礼物喔 不算 不算 这不在礼物的范围里面 况且还有本磊啊 你那敌人喔 还没有跑回本磊得分之前喔 你都没有输啦 那怎样才算本磊 试车啦 我们试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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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你 谁啊 公司打来 我就回个电话 我恨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怎样才算得了 就是不明原因的鬼鬼祟祟的 避開眼道別出去打電話接電話 或甚至打MSN之類的 然後看到你忽然出現就 嚇一大跳 那就真的是鐵震如山 公公 你怎麼這麼晚也爬起來 我想喝杯水啦 你不是在打電話 怎麼不打了 明天到公司再說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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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害我一整個晚上沒睡 對 開心了吧 開心啊 我給你的留言你有沒有收到 你仔細去想一想 你這樣做是不是對我很不公平 當初是你要我帶安真去旅行的 結果你 為什麼我要聽你的留言啊 你自己還不是一通電話都沒有回我 我願望我拜託你可不可以理性一點啊 我到那邊手機就沒有電了 而且這趟旅行本來就是因為你姐姐 我也希望我在那邊能夠全心全意地對待她 全心全意地對待她 那你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呢 我已經整天腦子裡 全部都是你們兩個恩愛的畫面耶 你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嗎 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那個人不是我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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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我為什麼 姐夫對不起 對不起 這我的問題 對不起 我沒有你的消息 我就在想 我就在想 你是真的愛我嗎 我還是 你只是把我的愛 當作休閒娛樂而已 是我的問題 對不起 對不起 喂 也許有一天 你不再喜歡我了 那或者是 你隨時想要離開 還是 還是你想要怎麼傷害我 都無所謂 但是我要你記住 愛這個字 我不隨便說出口 我不是我 不是我 你不是我 司機 你你不是我 中文字幕——YK 喂 媽 妳膝蓋有沒有好一點 我們就好了 對 我是想要問妳 這些那個阿公 他不是有去一間廟 說很零 對 就是那個對付外遇那個 不是 我沒有要去 我怎麼可能 我幫人家問的 幫瑞萱 那間廟在哪兒啊 那間廟在哪兒啊 妳放心啊 這間廟很靈的 師傅喔 一定會幫妳趕走 妳老公身邊的那隻狐狸精啦 真的喔 師傅啊 妳要救救我啦 我們家老公那個死小三喔 很慌張耶 跑來跟我嗆聲說 什麼時候要離婚啦 把我給你氣死了啦 妖心喔 很可憐耶 真可憐 老公是我的 我為什麼要離啊 這幾年啊 我幫她打拚了這個樣子 她才有今天耶 就是啊 請不要離 不要離 其實阿公卡住 不是普通的女婦人 是一隻 全民修圓的婆娘 好家債 一定要來找我 不然你的家庭帶就算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不過喔 要在床頭那幾張服 已經很久了 今天可不可以 有什麼更猛的啊 大膽 沒力 阿師傅 別生氣了 別生氣了 繼續 別生氣 別生氣了 妳老公這條不是這麼簡單 就能夠解決嗎 生生生生生 少少 當然也要一步一步 來姐姐 去什麼啦 別生氣了 抱歉 這張服務拿回去 點的臉層 冬藍風那個角 再拿回去 如果這樣那隻給妳 如果還不走 就等於魂魁魄散了 師母 謝謝 師母 謝謝 謝謝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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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可是我好像走錯廟了 我老公他沒有怎樣 過來 趕快 趕快 趕快啦 人家師父生氣了 趕快去坐 趕快去坐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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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安鎮 飛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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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 拜託啦 小聲一點好不好 小聲什麼 小聲就是大聲 大聲就是小聲 五番叔你不用怕 五醉了解 五醉了解 聽到軟的名字 跑到沒看到 我知道啦 可是我老公他沒有 他只是變得有一點奇怪 跟以前不太一樣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 妳老公是不是男女 但是 是男女就會換下 男人都會換的毛病 還懷疑什麼 可是我老公 他一直都對我很好耶 他從來都不會在外面花花草草那樣 妳真小的啦 別騙了啦 你們是誰啊 你們這是我老公嗎 怎麼可以說這種話啊 他根本就是來看戲 這早到現在不去 就開始了解說 早安有早 別生氣 他們都跟你講話 都是來問紅妻老公的問題 別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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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老公真的不一樣 跟別人不一樣啦 哪大太有兩個頭 四張嘴喔 哪更強 他講的黃話都是變的 我告訴你們啦 我老公是這個世界上第一等的好老公啦 他才不會背叛這個家庭 不會背叛我 你們根本不知道 那你到底爬到這裡要幹嘛 就是啊 進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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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這個黃師傅 叫那個小女子走一個時候退家 我就是 這天氣就好 它錢有了嗎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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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有收就好 好 好 等下再吃多 行李要緊 快 來 再來 好 請 拜託 來 好 師父 我剛剛其實有付錢啦 所以 這張寶寶的錢 真的能保住我的婚姻嗎 真的能保住我的婚姻嗎 你找我這麼急到底什麼事啊 怎麼了 略雪 今天跑回本壘得分了啦 什麼 昨天晚上 瑞凡接到一個簡訊 他就避開我去回電話耶 然後我小小的接近他 他就嚇得不敢打電話了 你不是跟我講 這個就是鐵聖如山 我簡直也太靈了吧 怎麼好的都不靈 壞的都靈啦 我該怎麼辦啊 瑞萱 我想到他那個樣子 我就氣到快瘋了 安正 你不要難過啦 我跟你靠 臭女人喔 靈癌爛爭的啦 我現在就去找那個 河海嶺理論 如果他不滾蛋的話 我們就揍死他 還有 妳要叫我爸媽把我哥 抓出來言行拷打 如果他不承認的話 乾脆妳跟他離婚算了啦 離婚 離婚 我不要離婚 我不要離婚啦 我 我不要離婚 安正 到底怎麼了啦 安正 安正 妳到底怎麼了啦 妳公發呆不講話 我不知道 我還有客人在等我 妳到底有什麼事啦 沒事 沒事 安正 妳上次不是叫我幫妳問那個同事 那很靈的那個命理大事在哪嗎 那 幫妳預約好了喔 好功能一老才插隊進去的 幫妳預約中國 怎麼了啦 又怎麼了嘛 該不會我哥他又 不是啦 沒有啦 我只是想說 幹嘛要算命啦 命運這種東西 是掌握在自己手裡 不用啦 管妳愛處不去 我都已經把妳問好了啦 所以妳也要幫我一個忙喔 什麼忙 我這個月業績 實在是太差了啦 加上我們那新任總監 又快要上任了 到時候他如果把我發掉 怎麼辦啦 趕快打給妳說的朋友 叫我們來看車啦 拜託我又沒有什麼朋友 我賺了點錢嘛 所以想要買妳開的那款車 要問問妳的意見 對啦 藍天衛翔買車可以找他 真的嗎 你幫我打給他啦 叫我來看車 你自己打就好啦 我跟他不熟 妳等一下先不要走喔 留下來幫我說妳好話 謝謝啦 我去叫叫瑞瑄 我去叫瑞瑟 我去叫瑞瑟 喝了 吃了 吃了 好 喝了 喝了 來 謝謝你來了 哇 看車你還穿什麼西裝 有十三八 聽我們家安甄講 說你對他那款車很有興趣 有眼光 第一次買車 是啊 那我給你講 來 這台車最適合你開的 這台車連三歲小孩都會開 不是在說你 只是形容一下 我知道 而且像你這種 看車會租稀中的年輕人 一定沒有賺多少錢 加上你又是安甄的好朋友 我一定給你超優惠的價格 這台車車款分三十六期付款 再加上無息零利率如何 夠朋友吧 夠 不過說了半天 你好像還沒有了解我的需要 還有 這款車的性能特點 到底是什麼 性能不重要 更能開就好了 駕起來怎麼漂亮 其實那個安甄 對這台車也很了解 讓她來給妳介紹好了好不好 有錢的大咖來了 老闆 你好 來 看車 老闆 歡迎光臨 我們這些最豪華的車款 就是你這種上流社會的人 大老闆就要開我們家的車來 來 自己請 不好意思 她好在充業績 你不要介意 沒關係 我不會介意的 只不過看樣子 她應該沒空幫我介紹了吧 那我下次再來好了 來 先生 不然我幫你介紹 這款車我很熟 這麼熱心幹嘛 你又賺不到獎金 不是 因為是我拉你來的 我不想讓你這樣白跑一趟 不會 而且我也有點事 下次吧 不然讓我送你 你去哪 那你要去哪 我要去貼母 這什麼 就算命的 妳要去算命 不是 是我去幫我朋友算一下 妳一個人去 妳膽子真大 今天報紙才說 有個騙子借著算命騙財騙色 是喔 而且那女的被囚禁三十天 每天淋虐 救出來的時候 好慘 那 怎麼會這樣 不然這樣 算你欠我一份情 我陪你去 不用啦 這樣不好 反正我在外面等 你在裡面講什麼 我會聽不到 走吧 走吧 來 先生 幹嘛 你不是說要在外面等我 都快下雨了 你還要我出去 真沒人性 不是啦 你坐在這邊 我在那邊問問題 我問什麼 你不就都聽見了 你不是幫女朋友問的嗎 我又不認識妳朋友 聽到了有差嗎 好了好了 好了 小姐 可以過來了 好 這什麼啊 這是命盤啊 那上面都寫些什麼啊 命盤上面寫得很清楚 要隨洗一點才能夠開示 隨洗 你不是寫免費 排命盤免費 住眾生隨洗 那你也給我太多紅包袋了吧 這什麼 遊地府 關落鷹 我幹嘛關落鷹啊 我幫你算過了 你還會要來好幾次 好 隨便了 那大師 那個水洗五百塊夠不夠 人命關天 盒子五百啊 開玩笑 不是啦 我今天出門有點匆忙 就只帶到五百塊 好吧 不好意思 那我下次再來 謝謝 小小小姐 五百就五百吧 今天我是逢新來的普度眾生 就幫你服務一下好了 謝謝大師 謝謝老婆 那上面寫什麼 妳想問什麼 妳先幫我隨便看看 隨便講講好了 這個人的命功 奎月照命 坐貴相貴 藝表人才 文質彬彬 風度翩翩 貴氣逼人 是不是 對耶 而且呢 倉取照命 不讀詩書也可能 她至少也是明星大學畢業吧 對 她是台北 台 台北 好像某間還不錯的學校 差我老公一點 可是個性來看呢 她不像媽媽 反而像她的爸爸 妳那叫她從政 心又不夠黑 叫她從商 又不夠圓滑 我看啊 這個叫做 輔相朝元閣 十路千鐘 一生不愁吃穿 應該是在大公司 擔任主管是不是 哇塞 你真的好準耶 我 她 還是我老公厲害一點 我老公是經理喔 好 算一算呢 現在大概是三十五六歲 前三十年的大限 是平步清雲 平平順順 心想事成 是不是 可是 你能不能具體的告訴我 你到底想問什麼嘛 具體一點 我 我是想問問啦 她老公啊 會不會有外遇啊 你看看她的夫妻公啊 風流彩障 左右逢源 左勇右豹 縱橫玉海無人能擋啊 這個有桃花大節啊 桃花大節 什麼意思啊 一失足 會成千古恨啊 唉 怎麼聽起來這麼嚴重啊 大師 什麼時候發生 那大哥情形是什麼樣啊 老師你多講一點 快 快點 這位小姐 我們五百塊的緣分呢 開示到此為止 您呢 下次再來嘛 不是 你不是要補度眾生 眾生要吃飯 老師也要吃飯嘛 大師 這個有關我的 我朋友的終生幸福啦 你多講一點 求求你喔 我知道 我知道 眾生的苦 也是大師的苦 你看看 這麼多的眾生 正在等待啊 來 下一位 下一位 大師 求求你多講你五百塊 像真的有點少喔 你真的就 等一下我還被我問完啦 請問 什麼嘛 五百塊耶 換那幾句話 誰叫你自己要他隨便說說 如果一開始就問重點的話 他也逃不了 氣死人了 你那朋友為什麼不自己算 要你去幫他問他老公有沒有外遇 因為他就只有一點點的懷疑了 所以叫我隨便幫他問問 那他會懷疑應該是有原因的吧 當然 他老公喔 最近那些行為舉止 真的太奇怪了 那他打算怎麼辦呢 我也不知道啊 這麼煩 我是說 我也不知道他要怎麼辦 所以他一天都很煩我 真的很煩 你笑什麼 我受不了了 你到底要裝到什麼時候 我哪有裝啊 你那個朋友應該就是你吧 誰說的 你會一個人來算命 表示沒有人可以講 來啦 有什麼不開心的事說出來 讓我開心一下 你有沒有人性啊 藍先生 我鄭重告訴你喔 我說的不是我老公 你有聽懂嗎 我老公他非常好 他根本沒有問題 他喔 說吧 我比那大事有人性 我會要你隨心 我是有一點懷疑啦 但是我現在覺得啊 我這樣真的很好笑 因為新人才是婚姻的基礎嘛 我應該要全部相信我老公才對啊 可是瑞萱喔 跟我說這說那的 說到我真的 就整個人都在那邊 卑躬捨影啦 整天後自己嚇自己 把自己嚇得像六神無阻的 你也有責任喔 莫名其妙來跟我說什麼 看到我老公 跟別的女人吃飯 根本沒有這件事 好 是我錯 是我多嘴 可以嗎 我真的很討厭現在的自己 出差 對啊 你跟瑞萱出差 她不過就是想看看 我有什麼提升業績的 錦囊妙禁 那你不放心的話 你就打電話問問看啊 你看她回飯店了沒有啊 還是有沒有喝醉 還是需不需要 你怎麼突然這麼熱心 拜託不要這樣 誰啊 你講話啊 幹嘛這樣半死不活的啊 我老公真的有外遇了啦 所以你是真的有看到我老公 跟一個女人去吃飯嗎 對不對 妳怎麼還沒上班啊 我總得要看妳姐姐吧 萬一她想不開 跑去自殺怎麼辦啊 妳在說什麼東西啊 老婆 發生什麼事啊 妳還好意思問啊 為什麼昨天晚上 是何愛玲接妳的電話 我看妳們兩個真的有鬼 就讓記憶回到那天的那顆夢 再活一遍那段過去的那分鐘 一個人低頭 一個人低頭 一個人起舊太空洞 一個人起舊太空洞 我還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連夢都是空 愛那麼傷 愛那麼傷 傷那麼重 我不想 我不懂 我不懂 天那麼冷 心那麼痛 我成熟 你那麼走 你那麼走走那麼久 走遍方同色自由 路那麼長 那麼空 誰在乎 誰在乎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